为了推动布局建设战略支点城市 和打造骨干流通走廊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实施方案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 加快推进这项工作 争取到2025年 打造一批 现在流通战略支点城市 和若干条骨干流通走廊 这样的话推进形成高效畅通 内外联通 安全互通的接待流通网络